时间一到民众用跑的冲进会场 这里是2023漫画博览会现场 虽然受到杜树瑞台风影响外面风雨不断 却无损粉丝的热情 长长的排队人龙把世贸一管绕了一大圈 排到第二名的池同学说 开幕前一天晚上11点半就来排 为了就是要买到自己最想要的 春鱼工作室周边商品 因为他们主要是出VTuber相关的周边 因为我自己喜欢他们企业的一些艺人 因为他们往年出的产品量都非常的少 所以我想说那我今年还是一天都提前线来排好了 避免说可能会有买不到的情况 因为像之前也有一次就是一样很早来 但是就是刚好前面那个人就把剩下的货全部扫完了 预算哦 我今天给自己大概是5000块的预算 因为毕竟学战还没有那么多钱 还有民众提着大包小包的战利品引人注目 这位鲁同学说每一年都会参加曼博会 目标是游戏人生等会场限定商品 都会来啊 我每次都有来 我们两天前就来 对啊 二十五号 对啊 没有没有 就外面睡路边 对啊 还好啦 就习惯了 结合台湾国际电玩电竞产业展与台北国际电影玩具及玩具创作大展 第22届漫画博览会涌入爆满人潮 主办单位预估五天的展期 渴望吸引60万人次参观 超过疫情前的记录 更渴望带来超过三亿元的商机 我们这一次的参展业者涵盖了动漫小说出版 混创IP VTuber 电竞 玩具 模型 为全台唯一整合ACG的展览 我们乐观的预期 我们这次能够参观人潮能够突破60万 为台北市创造更高的观光人潮 带来更大的观光效应 配合行政院通过18岁到21岁文化成年礼措施 曼博会今年也首度开放使用文化币 文化部长史则表示 为了协助台曼IP发展 国家漫画博物馆今年已经确定预计年底开展 事实上文化部今年除了延续过去 从金曼奖 著称等等扶持 曼的各项措施之外 我想今年最重要的是我们终于 把国家漫画博物馆确定下来 那年底我们也在如火如土的进行 我们都希望也 各位出版社我们希望在未来 我们是不是能够更加的合作 来支持我们台湾本土台曼的发展 动漫漫画游戏电竞跨界合作 让蒋万安预言 今年曼博会人数将超过以往 由于台北市有成立台北熊战电竞战队 已经成为国内指标 蒋万安也宣布将扩大举办台北杯电竞大赛 邀请国内外优秀选手共襄胜举 我们其实为什么那么关注ACCC产业 因为它带动整个产业链 特别电竞 我们不只是站队的经营 品牌的行销 还有整个赛事的规划 还有包括直播平台 以及直播主的解说能力 其实现在都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们希望带动整个产业链 然后吸引更多的优秀的人才 带来商机人潮来到台北市 我想这个是我们一直努力的方向 立法委员郑运鹏 赖品瑜及苏巧慧也连妹出席开幕仪式 期望ACG1不只是娱乐消费 包括创作等形成产业一条龙 让全世界看到台湾的软实力 会消费的人才会带得起政策 所以那一段落差补起来 找到对的人我相信这会走对的路 而ACG1不只是娱乐 它同时也是国家的软实力 那国家的软实力的发展 非常的重要 它能够让世界看到台湾 跟台北大家可以互相加油看看 如果高雄是演唱会 那我想我们北部可以发展成ACG之都 现场除了有将近1200个摊位 125家厂商贩售的特色周边商品 还安排有56场签名见面会 日本馆也准备了20场舞台表演 以及将近100场的电竞比赛活动 欢迎民众把握机会 来感受充满想象与创意 虚拟和实况结合的ACG1产业 无穷魅力 记者张旗腾台北报道 到下边 拜拜